吴老师终于等来了他的花团锦簇 赶便宜 你是我爸爸 当年也太过程 都是千辛万苦才换来的盛宴 北京德云董事会馆 祝郭董事长 各种节目小选应接不暇 今天日子刚刚好 好像当中的我让绍兴郎 一肩竹子独孙都来了 师父生日快乐 三十八十 按到老头三十五十五十八 老公十一 只要打准三十五十五十七 祝郭老师生日快乐 今天是我的搭档 德云班主郭德刚老师的生日 所以也是我们整个德云社的 一个特别高兴的大喜的日 在这儿呢 祝郭老师生日快乐 郭老师也是一步步的熬过来了 一步一步的苦熬苦夜 终于我们也看到了画团锦簇 我们也知道了灯彩佳画 那一夜我也曾梦见百万雄兵 两次落来都是因为徒弟 你不算心狠 不舍得我一个人 所以你把幸福摔碎成一地的灰尘 陪着我把遗憾再重温 这次当初孤起零不是白说大 都会熬鱼了我是没想到的事情 那啥我儿子的鱼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熬鱼 我就是刚刚 就让你吃吧 吃吧 好 好 大家就生日过去 我会跟我说啊 好嘞 这个大家庭真的好奔担 我可以看在你身后 像影子追着我梦游 我可以等到这路口 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每当我 老郭嘴上调侃唱 人生却洋溢着骄傲的笑容 媳妇这就伸手掏钱 拿来多少钱 师傅 这个生日快乐 这钱您喜欢什么 您买什么 哪有点钱 我心里热乎乎的列位 这是真正拿我当家大人 哎呀 但是有时候我也纳闷 怎么每一张钱都是诗的呢 徒弟媳妇说了 这月云鹏太难过 手钱是哭的都不行了 老郭走到今天 也真是不容易 当年不行 穷过苦过受过罪 挨过落 终于我们也 看到了画盆锦措 我们也知道了 灯彩佳话 那一夜 我也曾梦见 百万雄兵 这按照郭老师的身高 送的马马 郭老师过生日 我说没别的送的 我送你一匹生马 他特别高兴 也特别喜欢 他跟我说 搞不定了 我们家这马太棒了 我说怎么办 所有好的水果他都吃了 别说还真和老郭一般高 来 这就过生马 这就过生马 来 来 可以啊 送给他 我觉得他也不会配种 生命之律 可以 你是以后最有名的吗 都所不知老郭喜欢哪 给我做了一顶相雕 唱戏用的相雕 老丞相 两边带刺呢 做了这么一个 我那个经纪人王海 给我买了一大堆老子 那个京剧的蟒袍 他们老以为我喜欢这些个 旧的破烂的脏东西 弄得我也不好意思说